Hello 大家好 這次要測試 新的顏料 新的顏料的 比噴情況 那其實 它能夠賣出來 它敢賣出來 當然已經寄過工廠的測試 或者是歐洲的玩家的測試 那今天只是做一個 我還是覺得我要測試 對不對 我們就試看看 今天我先挑兩個顏色 一個比較亮 像這個土黃色 這個Middle Stone 這種 泥巴色 其實 壓力大小或是 濃稠度呢 每一台機器 哪怕是每一支噴筆 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先試看看 它的感覺 紙嘛 當然不會很難噴啊 那如果我們拿東西來噴 這是我剛剛噴的 大概十分鐘 五分鐘 它就乾掉了 我再噴一次 你看這個筆啊 你看這個筆啊 這個筆頭會這樣 好 那這個濃稠度呢 坦白講我加了三分之一的酒精 第一次的 這是第二次的 中間這一段是噴第二次的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亮的顏色 金屬色 金屬色 這個 有的人會知道 有的人比較 有心得 他會說 金屬色是一個重點 這個顏色好不好 看金屬色就知道 好 我們測試的重點在於均勻 拖個篩住筆頭 拖個篩住筆頭 然後顏色 該亮要亮 該亮要亮 這是鋼Metal 5分鐘前噴的 我們再來噴第二次 不是 我們來噴 我們馬上噴 給你看 然後第二次的 這是第一次噴的 覆蓋力OK 就 它要能均勻 要均勻 要均勻 不能塞住筆頭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吃別的 在噴筆裡面呢 目前是看不出有 乳塞的情形 這是噴的 顏色覆蓋力測試 因為全部都用酒精 反正是七屬的酒精 那我想要試試看 如果我噴上保護器會怎麼樣 好 我們待會兒見 噴漆呢 這次我挑了一個這個顏色 叫做 叫做 Camouflage Green 這個叫 偽裝綠 迷彩綠 坦白講 坦白講 真的是要 嗯 加西式 融進 太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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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看這樣會比較好拍一點 嗯 這實在是太濃了 那基本上我會先把它 不管是筆圖或者是 噴漆 筆圖會濃一點點 噴漆會比較淡一點點 那我就會調到一個中間的濃度 我們來試看看 真的是有夠濃的 那有人說 這個 要西式不好嗎 要西式 還是要 這個 濃一點 那當然啦 你如果是西式不用調的話 是方便 噴噴 是方便 但是 我們東西白酒了 它還是會 會 蒸發 難免的蒸發 就像我們 這個酒一樣 它會蒸發 我們倒一點 這個瓶口啊 這瓶口反而比塔米亞的好到 當然啦 最好到的可能就是 AV啊 那個內 他們那種用擠的方式 但是 像這樣有沒有 那這個是 我裡面裝酒精 這是人工淚液的 留下來的盒子 瓶子我就留下來用 像那種低的 很好用 它那種低的很好用 坦白講 但是 你用剩了怎麼辦 怎麼倒回去 你筆圖的時候怎麼倒回去 或者 就倒掉 或者怎樣 各有各的使用方法 那我 那我 我把那個 那叫什麼 抽油煙機 把它給拿掉 因為我發現 好像也用不到 好 來 那我們先試噴 先試噴它的壓力 濃稠度 這是綠色 覺得有點乾乾的 可能就可以再加一點水 加一點溪 溶劑 不是加水 加完之後 喬一喬 喬一喬 就找個棒子 我都把這個留下來 這個 就棉花棒留下來 然後當攪拌棒 攪拌完之後 它就沒有 就不能用了 所以把它調到 一個稀釋的濃度 然後我們拿來噴看看 它模型 它模型 它的覆蓋率 如何 顏色的覆蓋率 因為我說我們會打底漆 顏色的覆蓋率如何 這是 這真的是我們講的 戰車率 擬彩率 戰車率 我把抽油煙機拿掉 是因為 這個 沒有味道 我之前用抽油煙機 一定要用那個抽風機 一定要用抽風機 是因為 我用香香蕉水 非常非常的 臭 非常非常的臭 這是剛剛噴的那個 Middle Stone 有點像 土跟石頭 或是跟草底 其實就是這種 棕色之類 那我們再用這個來試看看 還剩一點點我們來噴看看 看它的 顏色差會不會出現 調到這個濃度呢 我講過 你可以調到你要的濃度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每支筆也不一樣 壓力也不一樣 空壓接的壓力也不一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兩個顏色 他們叫米彩綠 這是Middle Stone 那等一下我要測試的是 如果我用保護器去蓋的話 是如何 待會見 好 現在我們要試這個消光器 消光保護器 那 基本上 這已經是消光了 不亮了 我們針對 就是針對它的消光效果 來測試一下 這邊是Gun Metal 在我們的畫面左邊呢 這是Gun Metal 它是有點半亮 但是也算是很亮 我們試看看 那消光保護器一樣 很濃 我也是加了 這個 酒精 酒精 小量的噴看看 好 我們待會看它乾的時候 會怎麼樣 來試看看 好 我們來試一下 這是Matte Ranish Matte 消光的保護器 我們全力一起噴 調細喔 調蛋喔 調給它蛋 輕輕的先噴一層就好 這種兩CC的噴杯啊 一下就沒得噴了 好 我們看後續的結果 好 這個 抱歉 中末是最忙的時候 很多客人就會一直問 拍個影片一直在問事情 那沒有關係 哈哈哈哈 來 我先講一下 那 before and after 那 我現在這個聲音一直來 來 這個是我們噴消光漆的 的樣子 你噴上去會一點淡淡的白色 所以消光漆 這個Matte Matte 一定要調細 我調多細呢 我大概加了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溶劑 酒精 我們動作快一點 我其實很早就想把這個試噴的測試呢 把它處理掉 把它呈現給大家分享 因為一直下雨 這幾天下午都下雨 你看又下雨了 想不到又下雨了 那因為我的噴漆室是在屋外 當然 如果改用這種顏料的話 可能我也可以在室內噴漆了 真的真的真的 因為根本沒味道 酒精呢還有什麼味道 好來 我剛剛講 before 你噴上去會白白的一個 會這樣白白的 亮亮的 因為水還沒乾 我們噴的顏料液體還沒乾 當它乾掉之後 這是mat 消光的 這邊還有點亮 因為它還沒有全乾掉 不是因為炎藥不好 是還沒有乾 後面就要下雨 來 我摸給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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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說還沒噴之前 它是完全消光 就有點像 白白很 很 那種蒼白的樣子 顏料那種白白的樣子 那你噴上這個 消光的保護顏料之後 保護器之後 它會 顏色比較呈現出來 比較柔和的感覺 柔和的感覺 這是今天測試的情況 那幾個 幾個重點跟大家提醒 使用一種顏料呢 就像你使用一種 語言 那你一定要先去 嘗試它的 濃淡壓力 噴霧的樣子 都會不一樣 你找出一個 你的方法 或是你的習慣的 一個 一個比例 壓力也好 空壓劑的壓力 我們調 調顏料的比例 那 基本上 它是 來的是濃的 也就是說 你可以調 調到 它可能只到 這裡 你可以調到整罐 當然如果有的顏料 搞不好調更多 那我很簡單 我都只用 7%的酒精 那80% 跟著90%的酒精 可不可以 好像會變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7%就夠了 不是很貴 所以我拼命用 這一罐被我用完了 還有一大罐在旁邊 那洗筆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 放旁邊 筆一樣放進去 放幾 你這個顏料杯裡面放進去 然後就 酒精堆進去 就洗一洗 然後 就擦一擦 然後漱口 記得漱口 對 一直 訊息一直來 好 那這今天呢 陳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顏料的部分 測試情況 我不能說很好 因為跟我之前的 我還是有點不習慣 坦白講 是真的不習慣 但是測試完成之後的質感呢 我覺得我願意改 我可以改這種樣 你看 我可以改 改成這種顏料 因為它沒有 它沒有味道 然後顏色的呈現呢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那如果 當然如果 做均膜以外的模型呢 它的顏料是比較缺乏的 但如果做均膜的話呢 它可以勝任 它可以勝任 好 好 這塊還在剛剛 剛剛噴的 還沒全乾 慢慢乾之後 你感覺到 顏色一直往回退 白白白色的 會一直往回退 退到變透明 透明之後呢 它會呈現出這種 光澤比較一致的感覺 謝謝大家 試看看 Good